她跟着残疾的养父 卖唱长大 她的绅士却一直是个谜 他们总想占有她 她拿着剪刀在后面 她就给我过 我就舍不过 她却总是在逃离 她给你们钱了没有 没有 当往事的尘埃落定 她的爱恨情仇 终该如何化解 欢迎收看本期夜线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夜线节目 我是张月 一个女孩 她不知道自己是谁 不知道爸妈妈叫什么 也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她从小跟着一个卖唱的养父长大 直至有一天 她决心要搞清自己的身世 那之后的经历 真的是跌宕起伏 一起来看 2017年3月 寻情网站宝贝回家的徐州志愿者夏雪 接到一个朋友打来的求助电话 想让她帮一个身世很特别的女孩 寻找亲生父母 她说有一个去他们那办理生育首席的女的 身世可能是被人拐卖来的 那个女孩问她说 能不能想办法找到她的亲生父母 我就接触到了张心凌和她的老公 当时已经怀孕的张心凌 对于自己的出身记忆很有限 我就来到这边 就记着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 就来到这边跟着我养父长大 其他的记忆都记不着 她从小是跟着一个 就是残疾老人卖唱长大的 她知道这不是她的家 她家在山区 家里有姐姐有妹妹 她是被一个女的带到徐州来的 她就要了六百万年 直接把我给我养父了 然后以后我就 跟着我养父一起生活吗 在她十九岁那一年呢 老人去世了 去世之前告诉她说 你要想回家找你的亲人 你就去隔壁村 找一个姓蒋的这个女的 是她把你带来的 等这个张心凌 料理完老人的后事之后呢 就去找到了这个姓蒋的 但是这个女的呢 给她说你是人家不要的 说你不要找了 像那个就是说找盘所 那个啥 那你找找呗 说我把你带过来好运好运 给你那个啥了 你还怎么呢 我又不是管卖你 你随便找就好了 她那人就说话可及了 但是我对她的了解 也不是特别清楚 张英灵就没有办法 后来张英灵认识了她老公以后 结婚之后 她老公和她一起 又去找了这个女的 可能去了几趟之后 这个女的给了她一个弟子 叫四川省秀山县隆栋村 告诉她说她妈妈姓杨 其他一概不知 张英灵拿到这个地址以后呢 也查询了 但是她找不到 后来她告诉我这个消息以后呢 我就把这个地址发到我们四川群里 我说四川有没有这个地方 四川志愿者告诉我 说四川没有 秀山已经划归重庆了 我又到重庆保卫回家去求助 当时呢我成立了一个 就是叫秀山女孩讨论组 大家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之后呢 当时秀山呢有几个志愿者 就去秀山实际采访 因为她是她很清楚的 就是有村 甚至还有妈妈的姓 妈妈姓杨 我们的志愿者经过了好几天的走访 正在一个叫隆栋村的地方 找到了这么一家人 这家人呢 唯一不同的是 下边没有妹妹 这家人听说有女孩要找家 她也非常兴奋 因为他们家孩子是丢失的 她也非常兴奋 以为是他们家的孩子找来了呢 我们的志愿者就拿到信息之后 拍了那家人在家的姐姐的照片 但是当时我们看照片的时候 感觉不是很像 张欣灵不太像他们家人 但不管怎么说 在那个同一个年代 也是一个女孩 我们的志愿者就协调当地警方 帮助这家人采血入库了 张欣灵 就是血样入库之后 当时没有比重的结果 没有比重的 只有几个单亲的 都没能认定 后来志愿者又跟我联系 说有一对夫妻 是重庆秀山的高度仪式的 我们又联系 对他夫妻进行采血入库 入库后期比对结果是放掉了 这个时候我们的寻找 就陷入了困境 后来我们就说 不管他姓什么 只要在秀山有丢孩子的 我们都去走访一下 可能走访了有三四家吧 我们的志愿者 但是始终没有吻合的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志愿者们需要些时间 才能找到新的突破口 那么张欣灵 被那个姓蒋的女人 带到徐州后 又跟卖畅的养父 在一起生活的那些年里 她都经历了一些 怎样的 我们无法想象的事情呢 没有结婚婚 自己一个人生活 把我带过来 就是说让我叫他爸妈 然后那时候 我小也不懂事嘛 那就叫了 人家都说 他都能当爷爷了 我从小就是说 做什么都要 经过他的同意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就比如家里一些家务活 地理 每天还要伺候他 洗衣服做饭 而五六岁的张欣灵 也经常被养父带着出去要饭 他就是之前拉那个二户 完了 就是肠上 走到哪里 住在哪 都是经常住在人家门口啊 外面 目标呀 有一次 在七八岁的时候要饭 住在外面 大半夜的时候 我就被别人抱走了 抱走的地方好像不太远吧 我就记着我在那哭闹 一直抓着别人 然后我就自己跑回来了 我告诉我爸 从那之后 就没有去要过饭了 养父把张欣灵 带回了自己的农村老家 没有了卖畅的收入 小小年纪的张欣灵 除了干家务活 又要被迫去地里干农活 小的时候割豆子 抱着镰刀 一个手都拿不动 都是两手抱着 干 八岁那年就学会自己做饭 以后 以前那回烧着锅 我就把手都烫了 有时候 就是 当我做我不愿意做 我就跑出去玩 跑出去玩 就不让我回家 有时候就断 我就跑 他就去找我 经常爱骂爱打 而记忆最深刻的 还是那种永远都处在饥饿状态的感觉 我觉得每天都是爱着饿肚子 我们都吃街饼 他都不舍得买 都是整面食 我都不爱吃 就一般都是饿着肚子 饿着不行了 就吃点 我觉得到现在 我也不怎么爱吃菜 就是炒菜我也吃得少 终于熬到了成年 张欣灵可以去外面的世界看看了 他觉得 只有一个办法 能够摆脱这个不像家庭的家 就是找个男人 把自己嫁掉 他碰到了一个 看起来对他很殷勤的男人 你出去打网的时候他反对吗 反对啊 他咋说了 不让我去嘛 我就偷偷地就走了 偷偷地就走了 然后你其实是认识了这个男的 然后你假装受自己打网的时候是吧 对 当时觉得他那个脾气 脾气那个人都挺好 挺不错 然后就见见他家里父母 我感觉挺好的 他没家里就准备东西结婚了 因为年龄还不够结婚登记 他们先在那个男人家里 办了几桌酒席 就算是嫁过去了 然而 本以为找到了依靠的张欣灵 却发现 这个男人不是他想象的样子 他就是喝完酒 就是不来 无缘无故的 就骂你也就打你 他总是 有那一颗心怀疑你 对你不信任 就怀疑你整天这个那个 知道了 他们家人有人是这样子 他就把别人想象的跟他家人一样 就是说他白把子兄弟来家了 他也是会多想 特别小心 到我严重的时候 就是说 拿着什么就扔我 就砸我 就按我脸就 啪啪的呼 骂难听的 什么话都能骂出来 就连我养父 什么话都能骂得出来 他那人就是说 就在我们结婚之后 就是说 吵架起来 他连他妈他都走 他就 后来就 就一直催着我拿结婚之后 我就不拿 然后都催了很多次 我就一直都没能拿 结果就是 就一直这么 讲究着过了 终于有一次 发生了一件事 让张新玲 对这个男人死心了 张新玲带着流着血的伤腿 回到了养父家里 那你也没去报案啊 或者怎么样 没有 因为我养父这边 那些哥哥姐姐 毕竟不是亲哥哥姐姐 他们拿我不当回事 没人管我的事情 就那些我大娘家 我二娘家的那个 哥哥姐姐 他们一直都看不起我 我们和他们也不来往 张新玲腿上的伤 慢慢好了以后 她本想和养父一起 好好生活的 没有想到的是 养父却突然病倒了 她得的是一种致命的病 肝硬化腹水吧 在床上 躺了又三个月吧 也挺 我就是没日没夜的 伺候她 我自己 再来三个月 我都不知道 什么是白天 什么是黑 没过多久 养父就去世了 这让张新玲的心理 更空了 我跟我爸 从小到大 就包括他 到他去世那一天 我妹就是说 见面跟朝人一样 见面就朝 见面就朝 不见了吧 就想 见面了就朝 不过等去世了之后 现在一想想 以前 不管怎么样 不管他好与坏 回家了 总是个家 有个爸在 现在回去 一栋空空的房子 啥也没有 因为挺后悔的 想吵架 都没有人 跟着你吵架 而张新玲 对于这个养父 也怀着一种 复杂的感情 他一个人 把我养我大 也挺不容易的 还得挺感激他 他虽然 对我不是很好 我现在明白了 要是没有他 也没有我今天 他做的一件 也是为我好 比如说不结婚 不让我结婚 我要是不结婚 也不会经历那一段 他一直有这个希望 就想让我留在家里 找个 等一下回来 能帮忙家里 能干净活 能照顾这个家 他不希望我嫁出去 我当时对他就这么说 我说就以咱家的情况 要啥没啥 房子也不好 要钱没钱 谁愿意上咱家来 过这种日子 可能觉得你长得还挺漂亮 估计有人愿意 我好像跟别人不太一样 从来没有认为自己 感觉我长得挺漂亮 挺好看的 我就感觉我自己长得挺丑 我在这边生活长大的 他们都总说 肯定是你小的时候丑 长得特别丑 就你妈妈不想要你了 把你送来了 我家父这边那些邻居啊 他们也总是这么说 那么自己真的是因为长得丑 而被亲生父母抛弃的吗 如果不是的话 那他是为什么会离开父母呢 张新凌的心里 一直在寻找一个答案 而这个答案 只有在找到亲生父母后 才能找到 有十来岁吧 就看见人家小朋友 啥呢 有爸妈妈 都一直都有这个想法 想找到爸爸妈妈 就包括现在 久的时候 睡着觉想着想着 也是在能哭 就总之感觉想着有个妈妈 会好了很多 一直想找没有这个线索 就去找过 我把我带过来的那个姨 我就问她 我说我爸妈妈家在哪里 她说她也不知道 说只有她妈妈知道 她妈妈去世了 然后就说她妹妹知道 她妹妹知道 然后联系不到她妹妹 她就不告诉我家的地方 她说你家在哪 我也不知道 追溯探寻人性真相 观众朋友正在播出夜线 这个无依无靠的孤女 早早地把自己 送进了一个男人的怀抱 就是为了得到一点温暖 但是很不幸 那又是一场噩梦 庆幸的是 后来她总算碰到了一个 对她好的男人 就是她现在的丈夫 她怀里抱着那个孩子 是他们两口子的孩子 而且张心灵的肚子里面 已经有了老二 当了妈妈的张心灵 现在更想知道 自己的妈妈是谁 她能入院以偿吗 咱们接着往下看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张心灵是被那个姓蒋的女人 从自己娘家带过来的 那么她的娘家在哪里呢 她那个人不会打电话 也不会什么 也不认字 她很少回娘家 好好一个孩子 你把人家从妈妈身边带来了 我不管你卖不卖 你卖也好送也好 不管你什么的 你把她给谁不好 你把她给了一个 居无定所流浪卖艺的一个老人 而且是个残疾老人 一个五六岁的孩子 就伴随着这个老人 这样一天一天长大 真的说实话 这是我 接到张心灵案例以后 真的我产生了一种恨 我真的很恨 对这个女孩也太不公平了 还有一个让我最激愤的 就是说张心灵来了 不管怎么来的 到这里生活了二十几年 收养她的老人也去世了 她在这里无依无靠 拘木无亲 这个时候老人在临终的时候 还告诉她 你去找某某某 让她带你回家 这个时候 她为什么带她来的这个父女 为什么不把张心灵家的正确弟子告诉她呢 这是不符合常理的 即使是送养的 我们也遇到过 即使是送养的 孩子去找中间人 中间人肯定不说 因为她对养母有个承诺 我不能告诉你 孩子 我是从哪儿抱着 但是一带孩子这边养父母都不在了 中间人都会说的 后来我想了一下 我说我跟你讲个办法 我说你看看 有没有其他人能帮助我们打听到 我们现在不说找你们家 就说不要打听你们家是哪里 能不能打听到这个姓蒋的 她娘家是哪里的 我想既然她把你从四川带过来 她一家应该离你不远 那这个女孩 就张心灵的来龙去脉 她娘家人应该能知道 这个时候我们当地的志愿者 又通过她村里的人 又间接地打听到了这个姓蒋的妇女 她爸爸的名字 这个名字对我们 就是找到张心灵的家 提到了至关重要的朋友 我们在就是 我们拿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就转给了我们秀山的志愿者 我看了那上面的地址 是一个龙洞村 在一个叫龙洞村的地方 因为我在网上查找 没有龙洞村居委会的电话 我就打了114查找 查找之后呢 她就告诉我 红卫村这边有个龙洞村 我就找了过来 我去那个红卫居委会 问了一下那个蒋仙平老人 他家是不是住在这里面 我问是不是有这么一个人 他告诉我有 然后还给我指了道 让我顺着这个小路走进来 然后就进了村子一路问 问进来之后呢 就找到老人家 蒋姓老人就在家里 今年已经80多岁了 他的老伴已经去世 当志愿者问到 当年的往事时 老人会怎么讲述呢 他能否帮助志愿者 找到张心灵的亲生父母呢 老人家他说 当时小孩送来的时候 他也记得不是很清楚 只是说在他家待了没多久 就被他女儿接走了 带过去当那个童养媳或者女儿养 后来因为他女儿家养不活 养不活了 然后就送给隔壁人了 我说能不能找到他家父母家 他说找不到 他说我只知道他姑姑家住在这里 但是姑姑一家 都不在这个村子里面住了 都外出了 后来经过那个姑姑的邻居 要了一个姑姑的电话号码 但是打过去 姑姑说打错了 也不知道真打错 还是假打错了 反正就是没打通 后来姑姑的邻居就告诉我们 说她有个妹妹 嫁在这个村子里面 后来蒋千平老人 又带着我们去那个妹妹家 在妹妹家坐了一会儿 跟妹妹沟通了一下 妹妹就说 我也不确定这个事 她说我要打电话 给我妈妈问一下 然后我就把那个照片 也翻给他们看了 她说确实是挺像的 然后她又打电话给她妈确认 当时她父母也说 反正就有点支支吾吾的嘛 也不是特别确认那种 也对我们有所怀疑 就也不是很相信我们 然后我跟她说了很久吧 我就说你这个你可以完全放心 我说我们没有恶意 而且我们帮你们寻找亲人 我们是不收取你们一分钱的 那个报酬或者什么利益的 我说你要放心 把你的心打开 但是她好像还是不怎么相信吧 然后我就简单地跟她说了一下 留了个电话号码 她说我跟我妈沟通好了以后 她说我再给你打电话 我说可以吧 过了一段时间 妹妹那边一直没有消息 志愿者主动打电话催促 她想让妹妹转达父母去采个鞋 然而那边的态度还是很消极 那么接下来怎么办 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 对此事如此冷淡呢 还是说这也许根本不是张新玲的父母 好在志愿者从妹妹的口中 得到了她父母的名字 并得知父母的家庭住址 在贵州省同仁市 其实不在重庆 是在隔壁的贵州省同仁市 这个地方呢 虽然她是在贵州省同仁市 但是呢她和这个 秀山呢 只隔了两公里 但她又水了同仁 就是贵州同仁 这个时候呢 我又拿着在秀山得到的消息 就到了贵州去求助 子润在下雪 发过来的信息是 江苏啊 徐州 匹州市 这么个地方 这个人在这里啊 怎么说你就是从生涛送到了重庆 秀山 这个孩子为什么到这儿去了 其实 在这个情况下 你说你看 听说反馈里的信息 还是送给一个残疾老人 生活颠辟流利 人家多苦啊 一个孩子啊 死生也肥啊 我们这位有些孩子比管门 这个家庭十分无敌 这个对社会的伤害 对家庭的伤害 从我看起来 是最伤害人 所以我也就是你们及时的 不管非读他的经历 不管非读他的经历 我们都要把这个信息 核实清楚 认真的核查 排查 三选 根据他的显应 那么我们选取 53个人 和这个名字一样 根据这53个人的年龄线数 我们真心比对 那么最后11个人 拿入我们的视线 那么根据这样一个情况 他又从送他打电话来 他说 现在能够确定的有11人 那么 由于我们这边 大部分啊 这个老同地 都想东南软海 想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 去打工 对啊 那么三选的其中一个人 他的 尼师他的母亲 叫龙子仙 到家 那么他的父亲呢 到河南 做帮电视 下面一个县打工 警方迅速出发 去龙子仙 位于一个苗族自治县 山区寨子里的家 核实情况 去到了龙子仙家 龙子仙家里的话呢 现有人口 有他的公公 他们父亲俩 还有两个女儿 一个小儿子 在家的呢 仅有龙子仙一个人在家 其他人员都 为了生计的话 都出去打工去了 因为我们 下去办案的话呢 都是便衣下去 龙子仙的话 又没有文化 除了我们的工作 证监的话呢 他也看不懂 一开始他还是不相信 他认为我们 我们也是骗子 所以的话 开始他就对我们 还是有持这个排斥态度的 经过警方和村干部做工作 龙子仙终于减少了一点警惕 他简单讲述了一下 自己家里当年的事情经过 他说93年9月份的时候 他的二女儿出生 出生了之后的话 不到半岁 大概就是半岁的时候 他就把 金哥他自家的亲戚介绍 把这个叫杨彦琴的女儿 送给了邻村的 一个蒋师家里 他说这个蒋姓人家的女儿 是出家在山东 后来的话呢 这个宋主席这个女儿的话呢 就被蒋家的人的女儿呢 又带去了山东 他说的原话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实际上根据下学 发来的帖子来看的话呢 蒋家的女儿就在皮州 从这点来判断的话呢 他们之前一直都是在骗这个 杨秀红龙子仙夫妇 说到解析集思广义 观众朋友继续播出夜线 到场嘉宾 樊志强律师 心理专家 毕金仪女士 欢迎两位 张心龙说她是记忆的 当年她的那个养父 是给过那个 就是那个蒋姓女子 六百块钱 然后就留下了她 那这个六百块钱的存在 能不能说明 张心龙是被拐卖的 要确定这个是不是拐卖 主要要看她主观上 是不是有出卖获利的意图 这个民间送养和拐卖儿童 最核心的区别就在这 如果你有主观上 出卖获利的意图 那么就是拐卖 如果没有 那就是民间送养 从本案的实际情况来看 如果说这个蒋姓女子 收了张心龙养父 六百元钱的话 那可能就要涉嫌拐卖了 第一 她把这个张心龙 交给养父的时候呢 没有考虑过养父的生活条件 她是一个靠卖畅为生的残疾人 还是个孤老头 她可能不知道怎么养孩子 第二 六百元钱 在1993年的时候 而且在那样的偏远山区 那不是一个小数目 让我记得 我在1993年的时候 工资才一百多块钱 这个女孩啊 我觉得她的命运 跟很多我们碰到的苦命 我们老说那苦命人 特别相近 就是她本来身世就挺苦的 这样的孩子呢 都早早地就跑出去啊 找对象 一般都早恋 早早地嫁人 为什么呢 是因为摆脱孤苦的处境 想要得到一点温暖 几乎就是一个规律 所有这样的孩子 都嫁不好 这种姑娘最后一定会 要找温暖 最后找找一大堆暴力和伤害 就跟一个魔咒一样 为什么 这个女孩也是这样吗 严格意义上来说 其实是两个规律 第一呢 我们是群居动物 我们是需要亲密关系的 如果先天缺乏 还有就是我们说 比如家庭不够温暖 都是容易 用其他的方式来找吧 再有一个呢 就是最容易的人际关系 其实就是男女关系 它可以非常迅速地 就让你觉得 好像是拉近了 但是实际上 是不是真的了解 是不是对方的 那个感情的素质 是不是你可以接受 或者是你所期待的 那不知道 我们先至少 先让她有一种 我们很亲近的错觉 而对这个女孩来说 或者是对于像您说的那样 匆匆忙忙地 把自己一脑袋扔进一婚姻 然后多半发现 那个婚姻不但不能给她温暖 还给她带来很多伤害 就是因为我们人类 其实我们不怕痛苦 我们惧怕的是未知 所以通常在找亲密关系的时候 我们是追求某种熟悉感 而她所能叫做熟悉感 叫做跟亲密关系贴近的 就莫过于她和她养父之间的关系 那种关系我们都知道 是多么地可怕呀 可借鉴的这个榜样 是多么地没有借鉴的意义呀 那像这种 就是就知道自己没爹没妈 而且是被人扔了 这个孩子从小就知道 就从小知道这件事 对一个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我们在这儿做过这个话题 当时我记得几次都是反复地强调 就是向孩子告知这个事情的真相 其实是想选择年龄的 孩子要有了一些心理的能量 你才能跟他透露这些 否则的话会有比较恶劣的后果 而这个小孩呢 他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 他自己是这样的一个身份 结果呢导致的也是很简单的 就是比如他会说 我不知道我自己长得好看 他说那个话的时候我就想 这姑娘是真的好看 她真的好看 而当他说 我肯定是长得特别丑的时候 我不认为他像一般的姑娘那样 谦虚和耍花枪 他说的是真心话 他真觉得自己因为特别寒碴 和不招人喜欢 所以爹妈才把他扔了的 他也说他有邻居 就是这种莫名其妙的 非常恶劣的邻居 就跟他说是因为 你小的时候长得丑 这个对邻居来说 可能只是一句笑话 跟小孩调侃呢 但是对一个小孩 是特别大的打击是吗 尤其是对他已经知道了 自己的这个身世 因为被自己最亲近的父母 抛弃的这件事 任何人是厌不下去的 于是他必得要合理化他 在合理化的过程中 他就给自己加了一条 就是不但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不怎么漂亮 其实邻居都觉得 我不怎么漂亮 而且据他们说 我父母也有可能知道 于是他在给 不断地给自己 罗列一些罪名 好像让自己被父母 抛弃的这件事 看起来好像挺合理的 他父母那么做没有错 于是就是会莫名地觉得自卑 我们都知道 当年台湾有过一个 特别有名的电影 叫搭错车 里边的插曲叫酒干烫白无 其实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但是那个女孩很幸福 很健全地长大 然后她得到了事业 得到了爱 那是因为她的残疾人养父 把自己所有所有的爱 全给了这个女孩了 而且那个养父是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 去成全这个姑娘的 所以这个没亲爹亲妈 养父穷 养父残疾 我长大 成长的过程 社会地位低 都不决定这个孩子 比如性格一定不好 或者什么 不决定 其实决定的是 他有没有得到过很多的爱 很多的尊重 从现在的结果 我觉得她的养父 领养她整个的过程 还是颇具心机的 首先我们就说 93年600块钱 那是一笔非常大的钱 她用乞讨的方式来攒这笔钱 那她对这个小孩应该是 非常的需要 那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结果是 这个小孩在伺候她养父 生病 把她养父伺候走了以后 这个小孩突然觉得 自己没有家了 而实际上她曾经有过家吗 她没有过家 但是她那个 她就得认为是家了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 这就是这个老头的心机的地方 就是她真的把这个孩子 训练成了她想要的 她要的是什么 就是有人伺候她 有人陪伴 这个小孩说过 她不但要干家务 她要干田里的活 而且她得伺候这个老头 而那个时候 那个老头并没有生病 所以实际上 为什么她不会像 酒干他们屋里的那样 因为两个人的作为 是完全不同的 是 张欣灵是个 挺不幸的女孩 她的身世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能不能找到 她的亲生父母 如果她能找到 她的亲生父母 她的亲生父母 能弥补她内心的伤痕吗 明天的夜线节目 咱们接着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生较流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